武汉疫情延宕里面宣说 异想新的6月前开幕 今年引人注目的高市 大顺路百货开发站也受到疫情拖累 位于大顺一路 一连集团百货商场开发案异想天地 有AB两栋 其中规划百货商场 与五星级万豪酒店的A栋已完工 云际今年3月可大张旗鼓开幕 却传出延期开幕的消息 苹果新乌网专访集团创办人林毅首识 讲到这两栋新头肉 78岁的林毅首道士轻松已对 A管当初我们动工时想说 应该3年4年要完成 再做了5年多 等了5年多建造再出来 旅馆再动工 两栋合起来370亿 异想天地区段位置相当优势 进龙16特区有捷运凹子底站 未来将新增环状轻轨车站 B管2014年2月动工 建筑地上31楼地下6楼 购物广场会议中心 高雄万豪酒店 及台湾首建高楼空中世纪婚宴礼堂 而B管2017年动土 建筑地上29楼地下6楼 规划商办娱乐中心及微秀影城 两栋占地超过5400平 总楼地板面积高达12.2万平 当中万豪酒店房间数达700间 宴会厅可容纳于200桌 国际宴会场所可容纳超过千人 我们工程会多少会延 有一部分也是在大陆 有这个直接关系不直接关系 因为这个厂商过不来 一管开幕延期倒不是因为人变少 而是万事俱备只缺登峰 是不是照哪道在制造工 我们确定哪一天开幕 随时可以确定 好几亿的厨迹 你看这个设备是多不多 老董心事淡淡 预计6月前 饭店与百货都将分别开幕 老董对政府控制疫情很有信心 大家在猜测时夏天都会好 高雄的夏天是很快 大概在两个月就很累了 这段时间里在关公的建边口的影响 会超过30% 他认为意想天地主打国际观光客 加上一连集团是百年事业 不会有经营危机 那对这个疫情的这种 我照我个人看的影响不是很大 讲到疫情没再怕 老董反而欣欣念念着台湾南北发展失衡的窘境 南北要平衡 鼓励是政府 看看可以鼓励台商比较大的来贡献 所以第三产业要来贡献 他认为硬体建设妥善才能创造城市能监督 从30到50年前二级产业一直到现在 转型投入第三级产业 他认为高雄遇到的问题是国际产业进驻少 更缺乏破20亿美金的开发案 富邦在我们这里要做一案 它是办公室多 在办公室多也是有帮满高雄人潮也会增加 他有信心届时博外二路的富邦商场开发案完工 意想天地便会与汉神巨蛋购物广场 富邦商场开发案结合 成为南台湾最具指标百货商圈 让政府看到高雄崛起的力量 感谢观看